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范剑将王盈和杨兴平捆上定时炸弹 同时扣留了一些小学生当人质 胁迫李参谋交出戴随昌 保证他们安全离开 李参谋一边谈判拖延 一边调集人手试图狙击 但对手非常狡猾 狙击手们难以准确捕捉目标 屠龙责怪范剑自作聪明 破坏了他的行动计划 料定他已逃不出去 逼迫他立下字句 用私人财产抵押另一半酬金 此时沈英杰寻着线索 追到县委大院重重封锁搜查 屠龙见识不妙 要范剑绑架他以洗清他的嫌疑 却暗中使阴招 让沈英杰的枪打中范剑要害 范剑这才知道被屠龙算计了 前后通统疯 你们是什么人 黄英小姐 你不认识我 我认识您 湖山保卫科的一枝花 你 你就是那个姓范的国民党特派员 他回答正确 正是比人犯贱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的人破坏国共合作 拒绝交出戴祟昌 现在还派人到处抓我 你来得正好 我们是冤家陆宅呀 呸 胡说 明明是你们跑来湖山捣乱 想要抓走戴祟昌的 自权欺辱 行了 黄小姐 只要你肯跟我们合作 我保你平安无事 姓范人 我告诉你 你休想逃出湖山 老子逃不掉 拉你当垫背 怎么了 特派员 工党追到学校来了 把她绑起来 放开我 你们老师的女人算什么 又不是冲我来 骨肉鸡 别动 特派员 你再坚持一会儿了 她英雄救美呢 杨老师 你要真舍不得这个小美人 你就劝她乖乖地听我的话 我把她绑起来 扔起来 快快快 快 乖啊 孩子们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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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 别哭啊 快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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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站住 不如过来 都给老子听好了 他们俩身上绑的是定时炸弹 没有密码 谁也别想解开 现在定时器已经启动了 要是不答应老子的条件 半个小时 时间一到 我保证他们都炸弹肉酱 别怕老子也救不了 休想 上 上 给我打 怎么 李参谋 李参谋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王赢 王赢身上被绑了地时炸弹 王赢 你慢点说 什么意思呢 侵犯地抓了王赢 要门交出戴隧昌 在哪儿 在小学校 那里还有许多孩子 如果炸弹一旦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啊 赶快集合队伍 是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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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啊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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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哭了 不许哭 吵死了 再哭 打死你们 再哭 打死你们 别哭了 老赢 情况怎么样 这帮家伙狗急跳枪 耍横呢 他们绑架了人质 我们很难下手了 千万不要善救巫固群众 我既是孩子 哈谎 是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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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听 你们听好了 我们已经包围了学校 你们是绝对逃不掉的 赶快释放人质 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否则 只有死路一条 少废话 赶紧交出戴穗昌 再给我准备一辆车 只要我们带着戴穗昌 安全地离开湖山 保证 你们平安无事 要不然 咱们就同归于尽 身也比较好 你他娘别做梦了 放你们一忙 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你们赶快释放人质 你才做梦哪 老子用得着给你讨价还价吗 我告诉你 你们这位美女身上 绑着她炸弹 一直在滴在滴在走上 你要是不满足老子的条件 时间一到 不保证 血肉横飞 魏飞烟灭了 你这混蛋 怎么不坑气啊 看戏呢 喊哪 李三茂 救孩子 救王颖 别管我 坑气 我求求你了 你放了孩子 放了我为婚妻 要杀杀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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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不到二十分钟 你们听着 再不交出戴罪伤 就来不及了 去 去 派人把戴罪伤带来 先稳住他们 那怎么行 你找几个神枪兽 约回到制高点 准备狙击 明白 沈英杰呢 这个结果要上 他跑哪儿去了 你还有好多小朋友 你还没好需要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放开了 你 这带阿拉要去哪里啊 你们找官呐 阿拉要接你们找官 阿拉是送付官员 都扯阿拉了 我放开了好不好 阿拉是送付官员 送付官员 阿拉要接你们找官 你 我放开阿拉 姓范呢 你听着 只要你们先释放人质 拆掉炸弹 你们所提出的条件 咱们可以谈 口说无凭 你们的话 鬼三信哪 赶紧交出戴隋昌 要不一切免谈 戴隋昌 马上就要过来了 你们先释放人质 解除炸弹 保证人质的安全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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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这么起啊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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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参谋 老蔡 你小子终于回来了 把我急死了 又是这一套 我拜托你们 有点想象力好不好 宁静 我已经派人 把戴隋昌带来了 先把住他们 你找几个神枪手 想办法干掉他们 有把握没有 放心 这都不是事 可是 千万不要伤心无辜 尤其是那些孩子们 一旦他们狗鸡跳墙 引爆了炸弹 后果不堪撤枪 知道了 保证一枪毙敌 行头 是 先放了人质 拆掉炸弹 赶紧交出弹随差 不行 你们先放了人质再说 你先放 我引爆炸弹了啊 你先放 我引爆炸弹了啊 你敢先放了人质再说 先放了人质再说 我轻轮的 我给你带 我们先放到 我轻轮的 我给你带 到你带 等于 我轻轮的 你很快 我轻轮的 你公开 我轻轮的 我轻轮的 你们不要再拖延时间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快把戴细裳交出来 要不然我一爆炸弹了 真是年纪 怎么搞的 怎么还不敢枪 报告你怎么 戴细裳已经带来了 你先守住他 万不得已再说 拖着自己来干吗 他们狗什么鬼 继续喊话 好 你们听着 戴细裳已经送来了 我们要见人 不可能 你们先释放了人质再说 你们放 你们先放人质 你们再放人 不行 你们先放人质 要不就引爆炸弹了 静一下 静一下 Men 别打了 别打了 老子最后再提醒你们一次 就剩下五分钟了 再不放戴随上 后悔就来不及了 站住 不许过来 你疯了 那个兔崽子 你说话这么大声 你吓了我一跳 你晓不晓得 我跟你讲啊 咱们这样僵持着 也不是个办法 你们不愿先放人质 但是我们也不愿先放戴随昌 所以呢 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咱们认真谈一谈好不好 有话在这儿说 别 别过来啊 听着她 你放她耍花招 听她想说什么 姓范哪 我真佩服你妈哦 给你起的名字太贴切了 今天你可赚哪 我从来不跟对手讨价还价 你是第一个呀 恭喜你 看清楚啊 这 我好 这就是 我可懂 我 我 没事 没事啊 一面 你放心 不行 不行 来 站住 咱走就开枪了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别 别动啊 我都拖成这样了 你们紧张什么呀 我刚才都说了 有个好主意 能保证你们 安安心心地回老家 手边放下 抱着头 你别那么凶 我好害怕的 你说 怎么让我们安心回家 戴隋畅呢 戴隋畅 他肯定不能跟你们走啊 屁话 不交出戴隋畅 你就得打破我们 通信 答对了 我赢 走 追 林姐 咱们快去看孩子 我去拆炸弹 好 王爷 神科长 我就知道你回来救我 别乱动啊 我要救你 就必须赶紧拆除你身上的炸弹 神科长 杨新平了 你放心 咱们的人 已经追性半点去了 一定能救回杨老师 炸弹是拆不掉的 一拆掉 就会立即爆炸 开关在哪儿 开关在哪儿 这定师器的开关在哪儿啊 公特有说了 没有开关 没有密码关掉 走 走 快走 走 王爷 王爷 闭上你的嘴 你闭上你的嘴 站住 王爷还在里面 你快去帮他拆弹啊 闯阔 现在顾不了他了 咱们先走 我不能不能 王爷 我来了 王爷 帮你 杨老师 咱不咱们 是杨欣平 王爷 王爷 你现在也很危险啊 同人 早上 来 宁洁 宁洁 杨兴平身上的炸弹爆炸了 他牺牲了 杨兴平 王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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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强一点 我一定会有办法 拆除你身上的炸弹 你能拆吗 能拆不能拆我都得拆 让大家赶紧离开这儿 太危险了 你能行吗 你放心 这都不是 还真是个事啊 让大家赶紧走啊 快走 是 沈阁长 别走吧 别管我 别乱说 我是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你先走吧 我不能让你白白送死 要死一起死 我绝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沈阁长 让我求求你了 你赶紧走 赶紧走啊 我拜托你 连那女人都救不了 那我就不是我了 我拜托你 拜托我 女子 殷家 多守吧 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我其实 可是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现在不说 怕是没机会说了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你 行了 没时间说了 快点 快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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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帶人往那邊追 是 你往那邊 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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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那边 跟上 沈队长 你哪儿有什么发现没有 刑犯的好像逃过来了 我怎么没看见啊 进去看看 走 给我搜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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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志 您在找什么呀 大嫂 你家里有没有来过外人啊 穿着灰色的衣服 身材有点烫 没看到 我一直在屋里忙着 没有人来过呀 报告 没有 没有 报告 没有 对不起啊 打扰了 走 快 来 走 谁呀 大嫂 不好意思啊 大嫂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是我 麻烦 我 我迷路了 帮帮忙好吗 帮帮忙 你想从这儿出去啊 对 从这儿出去 怎么样 帮帮忙 你这钞票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我对天发誓 要是假的 天打五雷轰 行 你等着 好 我去给你拿钥匙开门啊 好 不要惊动别人 行 我抖 我抖啊 好好好 快来人哪 有坏蛋 快来抓坏蛋哪 有钱货 快 有坏蛋 在哪儿 快点 就在那儿 臭姑娘敢骗老子 快 他在里面呢 盛科长 那家伙终于露出尾巴了 包围这片街道 给我仔细搜 是 走 快点 快点 后面跟上 走 走 走 站住 站住 让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 快走 好大的投影味 站住 站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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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一下快 让开 让一下 让一下 深感掌 什么回事 姓范子 装成乞丐 我及时跑了 快 封锁及时 封锁及时 来 谢谢啊 谢谢 胖子 你买菜呢 不是 今天给你们打压劲呢 快离开这儿吧 我们再抓人呢 好 好 好 走 走 好了吗 那边没有 那边看看 先那边看看 走 去那边 好 快走 快点 去那边看看 去那边看看 走 去那边你们有 那边看看 这边也有 到这边有 对啊 还没呢 今天的守卫和真言啊 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皇司令要来了 能不言吗 我的话 掏出湖口又进狼窝 我这找死了我 明明堵住了姓范的 难道他能长了翅膀飞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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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算到宫囊老窝里来了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老太婆 走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还靠得人不人鬼鬼的 言难尽哪 走 住这儿啊 老娘本来住保卫科的 这两天他们皇司令要来 我过来打扫 你这是 老娘马上就回苏城去了 什么 你想溜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戴隧昌还没有干掉 你就想溜 好好的一盘棋被你 自作聪明搅得一团糟 你还在这儿说屁话 我告诉你 就你那本事啊 你是逃不出共党的手心的 老娘要是再干下去啊 不仅拿不到后一半的仇奸 还要受你牵连 死无葬身之地 你想临阵脱逃 老子现在逼着你 你 饶死啊 但仙饶命 但仙饶命 老娘我独行江湖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没谁拦得住我 屠龙大侠 你不知道 尚逢三里五身 逼我在三天之内 必须干掉戴隧昌 否则就算我逃回去 也只能落得个彻职查办 原地枪决的下场 所以我现在只能靠你了 请你无论如何 不能撒手不管 言而有信哪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起来吧 沈科长 老蔡 你叫我 老蔡 封锁了集市 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进出啊 没有 不过我已经派人封锁了所有的出口 不得任何人出入 这就奇怪了 对了 有一辆马车出去过 可那是我们自己的车 谁的事 炊事班长 小胖 他来买菜 你们搜查过车上吗 没有 那车上全堆满了菜 怎么你怀疑自己人啊 老蔡 你留下 继续搜查 我回去看看 好 你们几个跟我走 走 信范的 并不是老娘言而无信 江湖上都知道 屠龙一诺千金从不识信的 我好几次有机会可以干掉戴随长的 可你偏要救戴随长 错失良机 现在想再动他 难了 打下息怒 打下息怒 范某只是忠实执行上风的指令 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请你现在赶快出手 干掉戴随长 干掉他不难 可是你要是被抓了或者被打死了 老娘找谁要前去啊 范某如若遭到不测 只要你干掉戴随长 尚父还是认账的 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呀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老娘我贱多了 口说无凭 你还是立个字去吧 不是已经有合同了吗 还 还 还怎么写啊 如果范某遭遇不信 而屠龙又按约做掉了戴随长 那么我范某在苏城的一切财产 就做担保 什么 用我的私产做担保 对 老娘我要是收不到钱就收你的 你在苏城的那些秘密账户和房产 我可是全都知道啊 你他娘的没少捞啊 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可是国法 放屁 反正你也逃不掉了 在我眼里啊 你就是死人一个 还要那么多财产干嘛呀 那不成了写遗书了吗 你写不写 不写我立马走人 我写 我写 马上就写 来人呐 救命啊 这边 你疯了 敢出卖老子 我只为他们知道 我们俩在一起就全完了 谁去炸戴随长嘛 来人呐 快来抓坏蛋呐 保卫屋子 保护郭大娘 救命啊 抓坏蛋呐 快 绑家伙 什么 我找死啊 我绑架你 你是国民党特派院 他们不敢随便要你的命的 只要你能挺住了 政府会来救你的 天高皇帝元怎么救啊 废话 快 绑家我 那人呐 救命啊 我让开 让开 沈阁长 让你打死他 沈阁长 救命啊 放退 放开 沈阁长 快救救我 救救我呀 刑犯的 我拜托你啊 瞪大你那小眼睛看看 你跑不了了 赶紧放人投降 沈阴桀 我警告你 现在是国库合作 本特派员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派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你要敢诬陷我 就是破坏抗战 你负得起责任吗 姓犯的 我不是下大了 难道你是二师兄转世 还会倒打一耙 你到湖山来兴风作浪 企图杀掉戴穗昌 掩盖你们和汪伟勾结的 肮脏黑幕 你赖不掉的 你血口喷人 让开 让我出去 救我呀 沈阁长 沈阁长 救救我呀 姓犯的 你只要交枪投降 我可以不杀你 要不然 不管你耍什么花招 我都发誓 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你 你保证不开枪 那要看你想不想死 别 别 别开枪 我 我不想死 我一点都不想死 我让你生气 没有 老子 我便去 雷尾 你再扔乱了 你说我 你 好狠毒 快去顾大娘 是 赶紧送医院 是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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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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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他还有救吗 是 伤得要害了 你一定要尽力抢救 我需要他的口供 还有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谢谢啊 谢谢 去一下 顾大娘 你怎么样还好吧 任科长啊 谢谢你救了我 你的大恩大德 我老脖子不知道怎么敢谢呢 顾大娘 您别这么说 我们新四军 是老百姓的子弟兵 别说什么谢不谢的 乌尔陀佛 你们真是一群活菩萨呀 对了 顾大娘 那家伙 是怎么闯到你屋里去的 我也搞不明白 我扫完地 想回屋去喝口水 他就凶神恶煞地闯了进来 作孽呀他 屠龙 屠龙 沈科长 他醒了 屠龙 你好狠毒啊 屠龙 屠龙 你真残忍啊 屠龙 屠龙 屠龙是谁啊 是 沈科长 沈科长 没错 我是沈英杰 救我 救我 我肯定会救你的 我就没想打死你 是你自己撞到我的子弹上了 沈科长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只要你救我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会救你的 我雇了一个 江湖杀手 叫屠龙 屠龙 准备在你们 黄司令到了以后 到时候 赶掉 戴隧城 戴隧城 江湖杀手 屠龙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 在湖 湖 湖山镇 他长什么样 他具体藏在什么地方 他 他 你快说呀 他是个 他是个什么 是 他是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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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医生 阿医生 他 他死了 范剑临死前说出的秘密 如同晴天霹雳 惊呆了所有人 本以为历尽艰险 终于打掉了疯狂追杀的鬼子野田祖 和暗师冷剑的范剑团伙 保住了戴隧昌 可以平安地迎接黄司令到来 谁知道 还藏着一个极其凶残的杀手 而他姓慎名谁 长什么样均不知道 屠龙这个名号 我在苏城市就听说过 此人是个职业杀手 而且在江湖上非常有名 据说 他作案手段非常地独特凶狠 只要出手绝不落空 一杀一个准 只野杀手 对 只求财 不问政治 谁给他钱多 就替谁杀人 他的真名叫什么 多大年纪 长什么样 有什么特征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据说屠龙这个人 行动非常诡秘 平时很少有人能见到他 刚刚我说的都是传闻 黄司令 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 没想到湖山镇还潜藏着 这么危险的人 怎么办 李三毛 姓范的说 屠龙计划在黄司令 到达的时候动手 那不仅戴隋昌很危险 连黄司令的安全 也受到了威胁 我命令全镇戒严 所有人不得进入 包括所有的老乡 李三毛 这会不会影响到 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跟群众解释清楚 就几个小时吧 张连长 老蔡 集中所有兵力 地毯时搜查 特别是这几天 从外地进入的男性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和任何线索 是 我负责加强对戴隋昌的警卫 把警戒线 扩大到关押地两百米外 在黄司令到达之前 核心区域除了警卫战士 包括你们任何人不得进入 是 英杰 防守总是被动的 你看 这些安全措施未必保险 你看 你放心 这都不是事 可是咱们没有任何线索 时间又这么紧迫 该怎么入手 我也没想好 不过 我觉得吧 只要他作案 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啊 先动 你们去那边 剩下的跟我走 走 这儿 快 多人 这么多人 小蛋 在下 快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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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前院 二组后院 马上所有的阻挡 快 是 你们几个 上楼去 是 是 我们干什么样你们 首长命令 封死门窗 保证你的安全 往那边喝吧 那边 是 是 那边尴尬 是 是 那边尴尬 我把它藏起来 很高贵 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那 那为什么我也不能看呢 我的日记里 写了很多肉麻的话 我怕你看见了 我怕你看见了 不高兴 我不信 你可你还有什么匿名 瞒着我 小莹 小莹 你到底怀疑我神吗 你想在我这儿找我神吗 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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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点没有啊 你也要他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他有心手 你也要带着你 我 你也要带着你 你也要带着你 我 你也要带着你 当心自己的身体 沈科长 心烦地抓到了吗 他已经死了 我真想擒柔冰了他 可是他在临死前 说出一个秘密 在湖山镇还有一个刺客 是个江湖高手啊 真的 最有命的是 我们对他毫不知情 时间这么近 上哪抓他呀 沈科长 需要我做什么 不需要你做什么 你需要做的 就是安心养伤 也没什么事 就是担心你 过来看看 汪莹 我 我 方姐姐 方姐姐 小敏 你受伤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一点小伤 我听说 杨老师牺牲了 你说你 爸爸 你一定要请杨老师报仇 你放心 爸爸一定会的 他 你在这儿 多陪一下王姐姐 爸爸先回去了 好 王莹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别多想啊 好好养伤 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你 你 库山镇迅速进入了戒严状 全阵搜屠龙 盘查的重点 放在了外来男性身上 可谁也没有想到 明镇江湖的神秘杀手屠龙 竟然就是这个老太龙中 步履蹒跚的老太龙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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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这里是特别警戒区 万人不准入内 小兄弟啊 我是那个保卫客的杂工 长官让我来打扫卫生的 是郭大娘 放她进去吧 是 请 那我去了 干什么的 我是保卫客的杂工 打扫卫生的 不用了 今天不用打扫 我去 你 来 我去 看 你 我去 看 你 你来一个不要好 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行啊 啊 挺 这个不行啊 真是個絕佳的位置 能進能退 老頭子 幹啥呢 老頭子 幹啥呢 是你個小東西 害我累了一趟 不許調皮 累我 這可是刺殺戴罪手的絕佳位置啊 老婆子 你怎麼又上來折騰了 老婆子 我又嚇了你一跳吧 我跟你說過 這是我的地盤 不用你來收拾 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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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誰又把窗戶開了 這個不怪老頭啊 年輕時候沒準也是個高手 叫什麼名字啊 老太婆子 老太婆子 真是個大人 我還要再明天啊 老太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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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不出来呢 这情形啊 顶多就是赌博嫖娼的 屠龙要是真被你抓起来 那还叫江湖高手啊 那怎么办 时间紧迫 再也想不出办法 恐怕就来不及了 我觉得 屠龙在湖山镇隐藏这么深 多半会有内应 你赶紧组织 再排查一次 重点在本地人 看有没有可疑的线索 查本地人 工作量可大了 来得及吗 来不来得及都得查呀 去吧 好 叫上银子 过来去找铁子啊 去里边看看 去去去去 去去去 要上银子 那这一股银子 你过来够去查 你是干人的 舌子 舌子 你过来这儿 去这儿吧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就是这个铁匠 这都啥时候了 怎么还得开门 对呀 平时这老头挺专点的 这是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今天早上我看见他 匆匆忙忙地往西口去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怪了 这老头平时不出门的 就是 走 去看看 走 好 走 驾 好 我们要三团喝口水 歇歇脚 顺便给胡山镇发风急电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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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三盟 银姐 屠龙查到了吗 没有 党获的可疑人员都已经审查完了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银姐 您说 那个姓范的 会不会故意骗我们 骗我们虚惊一场 其实根本就没有屠龙这个人 可是他为什么要骗我们呢 死的不甘心 卸分呗 我看不想 人都要死了 还卸什么分呢 而且当时 他还想求着活命呢 看你呀 就算是真的 老子就盯在这儿不动了 看你怎么在我眼皮底下动手 李三盟 黄司令急电 黄司令已经到了分水岭 咱们只剩下不到四个小时了 银姐 银姐 有线索了 什么线索 根据你的意见 重新排查本地人 刚才我们在镇外的乱坟岗 发现了一具尸体 是镇上的老铁匠 李三盟 我们去看看 好 走 走 这就是铁匠 是他 没错 说着他的情况 这胡老头啊是外乡人 前两年才到虎山镇开了一家铁匠 手艺相当的不错啊 啥活都会呀 他最近有没有反常的地方 没觉得呀 这老头子平日里除了爱喝几两酒 这老头子平日里除了爱喝几两酒 一到晚上啊 就早早地回家睡觉了 也不知道这是得罪谁了 死得这么惨哪 是啊 老蔡 这铁匠的头是被开花弹打爆的 枪击现场应该留下枪击的痕迹 立刻勘查现场 好 查仔细点 都查仔细点 请 这是胡老头的死亡现场 当时他应该是要逃跑 子弹应该是从那个方向打过来的 喂 你们那儿有什么发现没有 包裹阵队长 找到了 阵队长 这是自制的开花弹 杀伤力非常大 与屠龙的江湖杀手身份 倒是很符合 你的意思是 杀死屠老头这肯定是屠龙了 这屠老头来路复杂 也不是咱省油的灯笼 可是屠龙为什么要杀掉他呢 会不会 这子弹 就是这屠老头被屠龙做的 屠龙拿到货以后 他都暴露了自己 杀人灭口了 那怎么办 搜查铁匠铺 都仔细搜 此时屠龙并不知道 沈英杰已经发现了 胡老头的线索 正在搜查铁匠铺 他也正往铁匠铺去 准备拿回隐藏的东西 果然是这个老头做的 沈阁长 你看 这么有钱啊 芭城是个江阳大道王 带回去 重宫 是 沈阁长 你看 沈阁长 你看 沈阁长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老头还会做枪啊 这么简单的地方 能造得出枪吗 巨口这么新 芭城是给屠龙做的枪 屠龙会用他造的土枪 不会吧 你说屠龙为什么不用军用枪呢 我也猜不透 我也猜不透 不过 屠龙绝不是一般的人物 他肯定有自己的考虑 继续搜 是 大娘 怎么了 大娘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人老了 没用 需要我们帮忙吗 不用 不用 你们忙你们的去 我歇歇就好 歇歇就好 那你自己小心点 走 你们小组留在这儿 悄悄隐蔽起来 不要暴露 看有没有可疑的人再来 是 手中大毒 不 我看屠龙不会再来了 屠龙不会再来 其他人可说不准 这胡老头的水 很深 走 你为不愁 旧宗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上厨眼呢 樓尘 我怎么去 是个老太婆 她来这儿干什么呀 走 抓住她 是 不许动 到 举袭软 抓住她 抓过身来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 我是隔壁的王婆婆 过来买点东西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从哪儿 人这么大 还能翻墙 胡师傅没在家 宋城门 我进不来 去打开 看看什么东西 让开 沈队长 铁枪铺 快走 走 原来你就是屠龙 不错 屠龙 这个老女人 见过屠龙面的人 怎么回事 砸开 是 这位战士身上 怎么没有伤痕呢 屠龙回来过 拿走了藏在这儿的东西 快追 快 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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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后面跟上 光天化日之下 在我们眼皮底 也杀害我们的战士 抓住他 刮了他的皮 刚找到一条线索 又断了 只要屠龙在行动 我就不信 抓不住他的尾巴 可是咱们没时间了 这家伙说动手就动手 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们守得这么严 他单枪匹马 怎么下手 李三某 戴士长又在闹事了 为了保护他 到了焦头烂额的 他还来添乱 走 站住 包里装的什么呀 这 什么东西 看了 行 过去吧 走吧 好 狐隆有句智里名言 真正的高手不在于怎样杀人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关键是作案后如何安全脱逃全身而退 所以每次动手之前 他必须预先选定逃跑路线 做好各种文策的准备 这位战士身上怎么没有伤痕呢 与此同时沈英杰再次查看了铁匠铺现场 凶手使用的一枚缝衣针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对屠龙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 什么样的人会用缝衣针杀人 并非变得可能是想知道 虽然溢激的啤酒 使用变得更好的产生 国家不尽量留钱 これで充滞力是益井 国家不尽量得更好 蔥文质 就凭一根针 就能断定屠龙是女的 断定不敢说 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江湖上稀奇古怪的事多着呢 男人也有可能用毒针做暗器嘛 那为什么我们反复侦查 结果却一无所获呢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换个思路去试一试 那说别再试了 没有时间了 这可比大海捞针还难哪 你想过没有